大人小孩挤在一起 十好十坏的电视 是他们少数的乐趣 在后乐天的辽国人民 生活虽然有些无奈 却也苦中作乐 不少NGO组织成立孩子 娱乐中心 用音乐和舞蹈 疗愈在后的心灵 他们一起玩 他们比较享受 我们可以看到 从第一个压力测试 我们一起与合作 学生变得更好 虽然灾后的生活不比从前 但有平静的心 就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白天帐篷里是非常炎热的 因此只要可以不少居民 都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额外搭出一个客厅帐 而外头就是他们最好的厨房 一家一帐篷 几片木板 简易厨具 靠着爱心米三餐自己来 想要储水 以龙布绑一绑成了最好的储水槽 而住在教室里的 或许没那么热 但一间少说挤了五六户人家 那里面的生活环境 非常的不好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说 我们做一些香鸡饭 然后因为他们 或许在这边每一天的食物 当然是有人煮 可是可能想尝试我们新的 那我们把我们最慈悲的食物 我们就跟他们分享 只要我们想好要两个动线 实际查放 了解灾民需求和交通困难的处境 志工也决定将发放场地 从一分为二 原先是一个场地 但是有部分的相信 他要走得更远 我们把它分开 分两个场地 我们等于就是服务到家 那晚上能够睡一个好觉 有扶会床也有毛毯 这里的帐篷的高度都不一样 物资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取用他们的物资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整个都就是调整过 想要更贴近灾民的心 志工东奔西走与各方讨论 利用现有的素材安排发放动线 希望能尽快改善灾民的生活 大家新闻的亚武博勋 辽国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